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这样就搞定了 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水果黄瓜 这个水果黄瓜 大家看这两个黄瓜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我感觉种水果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用怎么去管它 种下去到现在就是之前给它埋了长啸肥 然后只给它浇过一次水 因为我这里是路养 然后一直都是长期是在下雨的一个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黄瓜是很好养的 如果你是在阳台上面种的话 在浇水这一块就是要勤给它浇水 像我的土好天天淋雨都没事 所以你那里如果种的这个黄瓜涂好的话 那么就是土还没有完全干就要给它浇 因为黄瓜它的这个叶子叶片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蒸腾作用也快 而且它还是结果的 结果的植物是非常洗水的